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是开平康口镇 荣安美 這條村口 這條村就叫做龍安里 這邊的村都很漂亮 左邊有很多田,還有種了蔬菜 在村口外面就看到了 這裡有個風水塘 這條村是龍安里 小路,這裡有個土地 這條村是姓借的 借市村莊 這條村是姓借的 借市村莊 這裡是村口 這邊 左手邊就是魚塘 這條村很整齊,很乾淨 這個門牌寫著龍安邨第3行2號 這些就是古屋 看到這間屋 後面有一間爐 叫什麼? 奇柱居爐 這裏看上去應該是奇柱居爐 這裏看上去應該是奇柱居爐 跟前面這間屋 不知道是否是連一間 還是分開兩間 這裏看上去應該是奇柱居爐 這間屋 很漂亮 這間屋 這裏 有一間門口 好像是一間屋 連起來 旁邊這裏又有一間又是 這條村子 這間村子也是很多古屋 這間屋也是 這間村子也是 這間屋裏面堆滿雜物 這間屋沒有人住 這間屋裏面保存得不錯 我看到一輩子小孩在這裏 是單車 這些風格是華僑古屋 這間屋是龍安邨第六行一號 這條村可以看到很直的行鋪水泥 通了一條公路 就是剛才我走進來的公路 這間屋裏面有人住 這邊經濟比較發財 這間屋裏面是古屋的風格 這間屋裏面是新的 不知做什麼的 現在好像是荒廢了 以前不知做過什麼呢 可能是做過飲食那些 看過格局好像是 現在就荒廢了 這間屋裏面是龍安邨第八行一號 這間屋裏面是一條公路 這間屋裏面是一條公路邊的 這間屋裏面是一條公路邊的 董事裏面 是似如所那些公路邊的 另外先去用 這間屋裏面是龍安邨廢, 第九行一號 這 vino 都可以看到他 這村子也有些人 這村子是外地人 看樣子也像外地人多 這間是華僑虎屋 走到這邊 村尾 不知道是村尾還是村頭 應該是有一條路可以進來的 這裏又有一間屋 籠安里 上面寫著 這間屋 不知道是甚麼屋 應該是屍人屋 那棟鐵不收鋼門 你不是這條村的嗎 你不是這條村的嗎 你是這條村的嗎 你是住在這條村是吧 你不是這這條村的本地村民 不是的 那你是來這裡甚麼工作 打苦工 打工啊 你是來幹嘛 我是拍一下這條村 我是拍一下這條村嗎 這條村 是啊 那這條村幹嗎 別人看 這條村它 不是有很多古房子嗎 你看一下 是不是啊 那些都是古房子啊 你是哪裡的 雲南 雲南啊 這麼遠啊 雲南跑到這裡來啊 跑到這裡來打工啊 啊 啊 那為什麼 雲南那邊沒工打嗎 這這 這裡 是不是可以出去了一條路的 是不是啊 啊 哦 那個車可不可以開出去啊 啊 你不知道啊 你來了多久啊 當然他來 這不是民族公文嗎 這麼大一條路還還 還要開出去 是啊 有些路開到半路不能開過 啊 我試過很多次啊 啊 是不是 啊 你是租了你的房子 是不是啊 這間就是 龍安村 第十四行二號 這個是你租啊 這個房子 你租多少錢幾個月啊 啊 五百塊錢幾個月啊 五百塊這麼大啊 兩層啊 兩塊加度 哇 這好便宜啊 你兩層兩層的房子你看 才五百塊錢 五百塊錢 五百塊不算便宜啊 你這麼大的 哈哈 我知道 是啊 那我現在看到後面 這裡要幹爐 幹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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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爐 飛爐 工波 這些格局屬於工廠或其他商業 這條路可以出去 這間屋很漂亮 走到這邊,好像是一條村子 我們走到村口那邊 這些行鋪泡泥 走到這邊,可以看到 這間就是一間爐 這間屋很漂亮 不知道有沒有人住 這條路旁邊有很多竹樹 種了很多 多一點 這邊是村中間的一條巷 攔住了,不准過 這裡有很多新屋 好,好看 好,這裡有一條巷子 好,很漂亮 好看 好看 好,好看 這間屋挺漂亮的,石米,幾十年的屋 這間是龍庵村第十四行,十四號 村中間有一條小巷,很小 很寬敞,又是看得到這條巷,看得到外面公路 有車行,有車行 這些屋,沒有人住 這麼漂亮的屋,看上去好像沒有人住 但也挺乾淨 很漂亮的屋 現在出回到這裏 現在才看到這條村的魚塘在這裏 這條魚塘很小,不是很大 我想在這裏走過去,有個狗 這麼貴 再走過去,好像綁住 外面就是公路 這裏 不知道能不能走過去 這狗是因為綁住 我想在這裏走過去 這就是綁住 這狗很寬敞 這狗很寬敞 不要在這裏走過去 這間工作很漂亮 這裏是四層 在這裏走過去 這裏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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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有個狗 在這裏走過去 這裏走過去 這條村都很漂亮 現在在這裏出花,就是這間屋 這裏有一個口出馬路 原來這條是龍安村 我剛才不是在這裏進來的 村口這裏有很多檔口 這裏是茶莊長萊絲房菜 這間屋很漂亮 原來這裏都是屬於龍安村的 其實我經過了很多次,但不知道 這條龍安村很漂亮 看看這條路對面這裏 這裏就是赤馬美食街 這裏還有一個魚堂 這個魚堂都是這條村的 都是屬於龍安村的 這條龍安村 這個地方真的是風水寶地 這條路很舒服 這條村是四通八達的 這裏有一條路 上樓都是屬於龍安村的 海外是一條路 对面吃街,这里生活很方便,吃的什么都有,吃的住的 今天这个龙安村就拍到这里,多谢大家,拜拜